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经义 前些天我去了龙卷风的灾区报导 但是还是密切关注国际大事 也发现到美国媒体是异常的关注 中国与俄罗斯元首的视讯会晤 因为此前我在白宫现场的罗斯服饰 是第一手报导了 中美元首的视讯会晤 也在白宫前线记录了美俄元首的视讯会晤 应观众要求 我从灾区一回到华盛顿 就立即加根一期 要从美国对中俄元首视讯会晤进行观察 中俄美三国领导人 彼此举行视讯会晤的一个模式 表面上看起来是类似的 但内涵可大不相同 在中美与中俄视讯会晤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以老朋友来称呼这两国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拜登对此明明是笑开了嘴 听完之后赶忙回了声谢谢 而实际上他在视讯会晤当中 还一度对习近平连续说了四次感谢 尽管拜登在各大场合讲话时 常念念不忘的说 他在世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 花了最长的时间与习近平相处 但是谈到两人的情谊 拜登却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大方方的 普京在视讯会晤当中 以亲爱的朋友和尊敬的朋友来称呼习近平 普京是真心在乎对华的关系 因为有一个小细节 在普京与拜登会晤当时 普京背后只摆了俄罗斯的国旗 但是和习近平会晤时 背后却摆上了俄罗斯跟中国的国旗 说到这里和美国会晤时中俄两国都公开的 播出了元首视讯会晤时的一个开头的画面 但是俄美元首会晤时 拜登明明是笑开了花 但是白宫却是拒绝公布视频的 只发了一张照片 拜登表情严肃的盯着普京 说到这里有没有发觉 拜登视讯时的一个友好态度是一回事 但是向美国国内传递信息时 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只想避免传递出他对中俄友好会面的一个信息 而且事后还要做出极不友善的表态 像是中美视讯会晤一结束没多久之后 在没有收到邀请函之下 拜登就急着向世界说 美国的政治人物们不会去北京冬奥会 而见到普京校竹颜开的拜登 会晤一结束也是急着威胁普京 不只急着跟欧洲盟友通电话 还召集乌克兰以及一票东欧的国家通电话 显示他的强硬态度 说到这 其实拜登在当上美国总统的这一刻起 就注定他会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不像桑德斯等美国总统参选人 是坚定靠着理念来竞选的 拜登是没有特定理念的 他在竞选时的标语就是 恢复美国的灵魂 至于那是什么呢 这民众完全能够自行脑补 拜登之所以是美国极少数能够在全美性 不是地方而是全美政治舞台 活跃足足有半个世纪的一个政治人物 靠着就是他能够掌控多数的那个想法 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理念 以符合多数人 或者是说多数选票的走向 这毋庸置疑是拜登的打垮一大票人优越的一个政治能力 所以他非常清楚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百姓心目中的一个定位 特别是在疫情过后 民调显示 美国多数百姓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而俄罗斯则是第二大的威胁 他必然要表现出不友善态度 不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过银河民意也有巨大的缺点 那是什么呢 像撤军阿富汗无疑是美国主流民意 拜登为了银河多数的民意 在没有做好计划之下 就急着从阿富汗撤军 结果重创美国的国际形象 事后还被发现谎言不断 像是他从头到尾坚称 阿富汗就只剩一两百个美国公民 那提前撤走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美国政府最近却说 美国无条件撤军之后呢 美国足足拯救了五百名 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 而且还有不少的美国公民 还在阿富汗等待救援 对于突然多出四五倍的美国公民呢 拜登政府至今没有回应 那更不要说呢 拜登派遣无人机说 击毙了恐怖分子 但美国媒体呢 自己却挖出 这些恐怖分子呢 根本就是阿富汗的老百姓 美军无人机杀了十个人 其中呢 有七个是来不及看清世界的孩童 然后呢 几天前呢 美国的五角大楼呢 调查完之后 说美军误杀阿富汗百姓 没有任何人需要负责任 说了这么多呢 大量美国分析也注意到了 在拜登强硬对中俄之际呢 似乎没有后续的计划 例如乌克兰 在发出对这个俄罗斯如此多的强硬威胁之后呢 美国媒体最关心的无疑是 必要时拜登是否会出兵相助 但是拜登和白宫啊 似乎一开始啊 就没有想明白怎么来回复啊 连续几天的回答呢 是充满矛盾 直到最后 拜登才在媒体的逼问下说 美国是不会单独出兵帮助乌克兰的 他特别强调美国对乌克兰没有任何的义务 说到最后呢 我也注意到 美国呢 无论是在和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会晤之后呢 发的声明啊 与会晤方内容差异巨大 仿佛呢 拜登出席的是不同的会晤寺的 倒是中俄会晤之后呢 两边的声明啊 有相当的一致性 多数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的一个焦点呢 都在于中俄关系在拜登执政之后 是越来越有一致的立场 拜登刚刚上台时呢 急着见普京 那目的当然有离间中俄 那没想到他为了顺应对抗中俄的民意呢 反而让中俄两个大国是越走越近 说到这呢 美国媒体报道呢 通常啊 对中俄关系加深呢 抱持着负面态度 像是华尔街日报呢 就用到社论啊 这最精华的栏目 平息中俄关系 那最后的结论是呢 美国必须要再进一步加强投资 美国自己的军事跟网络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啊 拜登也符合了他长期工作的美国国会的需求 怎么说呢 美国国会呢 最近不是才通过了 明年度高达768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吗 美国有前进派的议员呢 就惊呼 美国不是才结束了史上最长的阿富汗战争吗 怎么还通过了这个比美国之后的前11名的国家的 这个军事预算总和还要多的预算呢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白宫意见的话 还请关注加三连 平安